深水埗 深水埗是歷史悠久的地方 到了今天 仍然可以在這裡重溫很多60年代的面貌 而滿佈唐樓的街道已經成為深水埗的特色 不過這些地方 除了吸引市民去欣賞之外 也引起不乏分子的注意 Hailey 不如你外出幫我買飯 我很餓 你剛才吃完餐蛋麵做早餐 又餓? 那煲劇是要用腦袋的 早餐已經被我消耗了 拜託你自己下去吃逛逛 放假躲在這裡做宅女 那我沒有爸爸和我吃飯 我唯有隔著螢幕和爸爸吃飯 你幫我買飯吧 否則真的會餓死 我受不了你 買了… 要吃甚麼 近期減肥就吃豆腐 火腩飯 小飯 不要,多一點小飯 緊急 憲哥 今天收穫真的很豐富 想不到這房子的人都很有錢 我問你,我已經檢查舊區 3號,第一,沒有保安 第二,沒有閘 第三,沒有閉路電視 你們好易下手 我稍後會進行一步 用逐洞去尋寶,包有斬鑊 那就好,你也知道 我們是實幹年 裝鬼裝賣的東西不適合我 現在這些就適合了 話說回來,剛才我納了很多東西 你幹甚麼?現在傻了嗎? 我怕你熱,想給你風扇吹一下 聰明 還在找甚麼?尋寶吧 你不記得帶大寶注嗎? 不,我看到两位月祂 Gordon不錯,應祂 Own compassionate 這一位 чис做院 快點看百露電視吧 不,我看到兩個男的男的 又不是英俊,有甚麼好看 不是啦,我看到他們的褲袋又有鉗 又揹著大袋,我懷疑是賊 有一個戴著Cat帽,揹著大袋 另一個穿白色衣服戴著 那你自己跟著他美就可以了 那你吃不吃燉火爛飯? OK,行…我馬上去看白玉電視 你就專心幫我買飯就行了 你們倆像縮鬼鬼祟祟一樣 還是報警比較穩妥 是誰?行了 好,沒問題 揹著吧,Cat帽子 揹著吧 你們倆做甚麼? 找人,你手揹著甚麼? 打開袋子看看 為了有效打擊區內爆洩案件發生 在2015年7月,深水埗境區 就推出了一個叫做偉眼守望計劃 Madam,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這個計劃呢? 可以,Kevin 我們在2015年中分析罪案數字的時候 我們發現整體的罪案數字都是平穩的 唯獨是爆洩案件有上升的趨勢 我們也都發現深水埗分區的爆洩案 八成都是集中在陰州街、大埔道、街閒街、 通州街這個三角形的範圍裡面 而在這個位置裡面 也都是滿佈了我們俗稱的三毛大廈 即是沒有大閘、沒有勘奸、沒有閉路電視的低設房大廈 我們在商討對策的時候 大家都一致認為 如果能夠為這些低設房的大廈 去到加添閉路電視 是能夠起到防止和偵破罪案的作用 所以就推出了為眼守望計劃 為這些低設房的大廈安置閉路電視 推行了這個計劃之後成效是怎樣呢 在2015年7月我們推出了這個計劃之後 深水埗分區的下半年是錄得99宗的爆洩案件 和上半年的127宗的爆洩案件去到比較 跌幅是達到百分之二十二 可見計劃已經是收到它的預期的成效了 我知道都有不少大廈參與這個計劃 當境區推行這個計劃的時候又遇到什麼挑戰呢 在超戰方面可以分為資金和人手兩方面 因為參與的大廈欠缺財力 未能夠全數地支付所有的費用 所以我們很幸運得到深水埗區撲滅 罪行委員會部份的成員 和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的會長 全力支持協助我們解決資金方面的問題 而人手方面 起初安裝的服務是由深水埗反商 將首網約章裡面的一名成員 為我們擔任義務的工作 但是由於參加計劃大廈 數目目逐地增加 我們成邀了電子通訊技術人員協會 和消防保安工程從業員協會的朋友 加入我們義工的行列 令計劃得以順利完成 Madam,這個計劃推出以來 都得到區內很多人士的支持 未來發展的方向是怎樣 計劃推出了之後 能夠有效地改善了區裡面的治安情況 不單止是爆竊案件 甚至是在梯間裡面發生的一些罪行 好像打劫和非禮 數字都有顯著的下降 有一件及此 我們決定推行第二期的慰眼守望計劃 並且已經是得到區裡面 更加多熱心人士的贊助和鼎力支持 我們期望可以在2016年底之前 慰額外的50棟大廈添置閉路電視系統 慰眼守望計劃推出的目的 是減少爆竊案的發生 除此之外 它還有什麼優點呢 在推廣這個計劃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主動地 和業主以及租客主動地聯絡 在商討的過程裡面 我們大大提升了他們 對大廈整體防盜的意識 從而鞏固了我們警民之間的互信 除此以外 在參加了這個計劃之後 大廈本身保安的條件 是可以大大提高了 令到我們前線的同事 更加能夠按實際的需要 去到決定上樓巡查 從而可以更加專注在街道上 進行反罪惡的巡邏 更重要的是 參加了這個計劃的居民 很多都跟我們表示 他們現在是覺得出入更加平安 以及住得更加安心 為眼守望計劃能夠順利推行 除了靠深水埗警區同事的努力之外 其他機構的支持也很重要 而深水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就是其中之一 當我知道這個計劃之後 認為這個計劃可以改善到 我們深水埗三無大限的治安問題 於是我將這個計劃 帶回我們深水埗滅罪委員會 以及區內有心的人士 和我們相討之後 決定全力支持這個計劃 希望為我們深水埗社區 最多一分力